1月29日 中国地质大学官网消息 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马俊杰 校长邓军 中科院院士王陈善 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 严丹平一行到家中 拜望中国前总理温家宝 马俊杰和邓军代表地质大学 全体师生员工向温家宝拜年 并简要汇报了 目前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情况 以及马信源诞成 1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情况 从校方公布的照片来看 温家宝头发灰白 应该是退休后不再染发的缘故 据了解 马信源是中国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 地震地质学家 王陈善则向温家宝报告了 由他担任首席科学家的 松科二锦项目取得的成绩 温家宝饶有兴致地 了解了松科二锦 专探专案的有关情况 并回顾了在校求学期间的 点滴细节 表达了对母校的惦念之情 此外温家宝还对学校的 学科发展等提出了建议 温家宝指出 学校不一半的太大 别的学科也要发展 但主要经历还应多关注地学 学校应加强对校使的研究 挖掘整理建校初期 老一代科学家的世纪经历 以影响和启发更多的师生 最后温家宝还结合自己 在北京地质学院读书时的经历 鼓励青年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 树立科研议事 加强文学功底的培养 资料显示 温家宝是北京地质学院 地质构造专业毕业 研究生学历 工程师 毕业之后 曾在甘肃省地质局任职14年 据了解 地质大学是由中国教育部直属 中国国土资源部 共建的一所 以地球系统科学为主体 应用科学 前沿科学 以及新兴交叉学科协调发展的 中国重点大学 以上是孙云山为您播报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